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在10月曾预计,第四季营售为188亿美元至196亿美元。 在第三季财报电话会议上,台积电总裁贵哲家表示, 预计晶片市场很快触敌,但由于中国在美国加强制裁下的不确定性, 而没有预测晶片市场将强劲反弹,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继10月营收增长后, 11月的营收额再次下滑,表明全球晶片市场路要从长期低迷中全面复苏,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台积电自节11月,合并营收2060.26亿元新台币,较10月2432.02亿元新台币新高, 减少15.3%,较去年同期2227.05亿元新台币,减少7.5%, 但仍创同期次高,历史第6高。台湾媒体报道指出,电子产品和晶片供应商一直努力应对大量未售出的库存, 这些库存是在大流行时半导体短缺导致客户囤积,并增加两倍或三倍订单后造成。 不过,包括台积电,三星电子和联想集团等产业高层都表示,晶片业大部分已经耗尽过剩的供应。 市场对人工智慧,AI晶片的需求,帮助辉达和AMD等公司获利, 也填补台积电对这些最先进生产制成的订单,AMD上调对AI晶片市场的展望, 认为未来四年将攀升至4000亿美元以上,是先前在8月份预测的两倍多, 这表明人们对AI硬体的期望正快速变化。 然而,此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以及AMD、高通和联发科的高管军表示, 有可能与其他晶圆代工厂进行合作,但其首要目标仍是与台积电谈判价格。 综合外媒BookTech、CD里近日报道,在近期的瑞银全球技术大会期间, 回答财务长Collette Kress被问及代工厂的多元化,以及与英特尔的合作时表示, 他认为他们有很多优秀的代工合作伙伴,台积电就是合作伙伴中的佼佼者, 而且众所周知,他们现在的合作伙伴也包括三星,那他们希望有第三家吗? 当然了,这需要考虑他们对服务的兴趣, 美国的台积电工厂可能是他们的选项之一, 不一定是不同厂商,可能是不同地区的同一厂商,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增加另一家潜在的代工厂。 另外,黄仁勋在今年初期台北电脑展主题演讲后, 在答记者问环杰时表示, 你知道,辉达也在和三星合作生产,也愿意和英特尔合作, 公司供应链将力求实现多元化, 而这一点目前已经做到了, H100是由台积电代工生产, 部分产品也由三星代工生产。 对未来与英特尔在AI晶片方面展开合作持开放态度,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之前表示, 正在评估该工艺, 他们最近收到了他们下一代的测试晶片结果过程, 结果看起来不错。 尽管如此, 相关媒体预计台积电将继续保持与辉达的重要合作关系, 生产Hopper H200和Blackwell B100GPU, 而三星将在需要额外订单时提供支援。 而与其他代工竞争对手相比, 三星的优势在于其广泛的设备产品线, 可以满足半导体、 记忆体和封装阶段的需求。 这不仅为辉达提供了一个混合型合作伙伴, 而且若三星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和交货时间, 也可能会辉达自身带来动力。 此前, 由于台积电的CoreOS产能功不应求, 三星也正在努力获得辉达等的先进封装订单, 以及7奈米以下工艺订单, 但辉达的2024年路线图表明, 其仍在努力从台积电获得CoreOS产能, 并没有计划将订单转移给三星, 辉达与三星的合作重点, 仍是存储晶片, 并且还未确定是否引入英特尔。 根据集邦咨询近日的报告, 受到三星加入竞争台积电提高产能, 以及部分CSP更改设计这三大因素影响, 将极大缓解先进封装产能供应紧张情况。 业界人士认为, 当前全球AI晶片产能吃紧,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先进封装产能不足, 而由于三大因素先进封装产能荒的情况, 有望提前结束。 业内人士指出, 早期AI晶片短缺主要源于三个因素先进封装能力不足, HBM三机一体容量紧张, 部分CSP反复下单。 现在, 与这些因素相关的障碍正在逐渐被克服。 除了台积电和三星承诺提高先进封装产能外, CSP还在调整设计, 减少先进封装的使用, 并取消之前的重复订单。 所有这些都是关键因素。 在美光和SK海力士之外, 三星正计划推进HBM技术。 三星公司通过加强和台积电的合作, 兼容CoOS工艺, 扩大HBM三产品的销售。 三星于2022年加入台积电OIP3D Fabric联盟, 将扩大其工作范围, 为未来几代HBM提供解决方案。 台积电与OSAT的持续合作正在加组WALS产能扩张。 回答在最近的一次财经电话会议上证实, 它已经认证了其他CoOS先进封装供应商的能力作为备员。 业界推测, 认证其他CoOS先进封装供应商的部分前段与后段产能, 有助台积电与伙伴明年第一季度CoOS月产能达到约4万片的目标。 据台湾电子时报消息, 业内人士透露, 台积电即将敲定其未来3奈米和2奈米客户。 2024年, 台积电3奈米晶片的产量将逐渐增长。 而到2025年, 台积电将开始正式生产2奈米晶片。 除了苹果之外, AMD、 辉达、 博通、 研发科和高通也是台积电3奈米和2奈米晶片的客户。 这些主要客户不太可能在2027年之前, 减少台积电3奈米和2奈米晶圆的开工量, 并且由于工艺技术难度增加, 以及台积电包括后端先进封装在内的一站式服务。 其3奈米和2奈米工艺主要客户, 不太可能在2027年之前转移订单或减少产量。 与此同时, 有博主爆料, 高通骁龙8Zen4型号是SM8750。 代号SAN基于台积电3奈米工艺制程打造, 这将是高通第一款3奈米手机晶片。 高通骁龙8Zen4采用的是台积电N3E工艺, 而已经量产的苹果A17 Pro采用的是台积电N3B工艺。 业内人士称, 苹果在A17 Pro和M3上采用的N3B节点较为昂贵, 因此台积电会转向良率更高, 成本相对要低的N3E, 苹果A18 Pro也会用到N3E工艺。 另外, 高通骁龙8Zen4另一大变化是告别ARM架构, 首次采用字眼的Nuvia架构, 将采用两个Nuvia VMIX效能核心和六个Nuvia VMIXM核心的全新双极群8核心CPU架构方案。 这将是高通骁龙5G SOC世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从爆料的讯息来看, 这次骁龙8Zen4的综合效能要对标明年登场的苹果A18 Pro值得期待。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